上山下海 征戰荒野 實境節目主持人 曾以八百六十天走完亞馬遜河 完成創舉 艾德斯塔夫 時常在節目中展現高超求生技能 只能帶一把小刀 應付各種狀況 國外野外求生節目 單挑各國求生好手 比誰率先脫困 節目首度取景臺灣 來到苗栗峽谷 神仙谷 激流瀑布中溯溪前進 主持人艾德也坦言 拍攝期間剛好是梅雨季 大大增加 挑戰難度 秀出熟悉的綑綁技巧 尋常所見的充電線 也能當作搭建庇護所的素材 讓自己逆境求生 艾德在神堅谷的拍攝剛剛結束 接下來將前往何歡山 和另外一位高手對決 說你有興趣嗎 要不要來挑戰現在太多 我說好啊 對 那就很幸運地挑戰 兩人將翻山越嶺 一路從齊萊到何歡山進行挑戰 高手對決如何在險峻場面 一展求生技能 備受期待 三零新聞 謝文翔 下方明台北採訪報導